早晨,妈妈叫醒了熟睡中的小鸟,让它去寻找早餐,可小鸟直接坐在了地上不肯动弹,于是妈妈飞到海边,然后找到一个海力示意小鸟过来,可小鸟却张开嘴巴让妈妈去喂它,妈妈不但没去喂它,还把海力扔在了地上,小鸟没办法了,哼哼唧唧的只能自己跑了过来,到妈妈面前又张开了嘴,但妈妈只扔下一个空壳,让它想吃就自己去找,可它一口食物还没吃呢,嘴巴却被海力给夹住了,这时所有鸟都朝岸边跑, 妈妈示意它也跟上,可它不知道为什么要跑,突然一团泡沫吸引了它的好奇,最后它也为自己的好奇付出了代价,还好它命大没被海水冲走,可它再也不敢离开巢穴半步了,无论妈妈怎么叫它,它都不肯出去,于是妈妈被它气走了,但它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,无奈它只好小心翼翼地再次跑了出来,然后躲在礁石后面仔细地查看情况,突然它发现一个漏头的海力,但刚跑到面前,海浪就再次冲了过来,吓了它转头就跑, 直接钻进了干枯的海草里,可它没动啊,咋还自己出来了,原来它是踩到了两只寄居蟹,最后在它们的后面又出来一个小蟹宝宝,小鸟很好奇地看着它,蟹宝宝和它打了一个招呼,便跟随妈妈走向了海边,突然海浪再次冲来,吓得小鸟连连后退,糟了蟹宝宝肯定被冲走了,然后它赶紧跑过去查看,可蟹宝宝竟然啥事都没有, 就在小鸟很好奇的时候,蟹宝宝却钻进了沙子里,它抬头一看,原来又是海浪冲了过来,于是它也学着蟹宝宝钻了进去,在海水下面蟹宝宝叫它睁开眼睛,然后它发现眼前浮现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海力,等海浪下去了,小鸟便叫来妈妈为它炫耀自己的新技能,它能很准确地去找到大海力的地方, 从那以后它再也不怕海浪了,妈妈也为它感到骄傲,而我们更应该为它的妈妈点上一个赞,无论是人和动物,如果不走出舒适圈,早晚都会被淘汰,这部短片不但教会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,还教会了孩子该怎么去自食其力,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迎接富有挑战的生活,加油吧,不去试试,你又怎么会知道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呢?